一年一度的公益新闻金轮奖 今天下午公布了入围名单 结果民事新闻在日常新闻 以及专题报道这两个奖项当中 总共有四个作品入围 也成为本届入围采访奖项 最多的专业新闻台 由国际扶轮社主办的公益新闻奖 已经是第四届举办 今年参赛作品创纪录多达171件 但民事新闻却还是获得两项入围肯定 对媒体的奉献我们表示肯定 我觉得这个整个感觉 他们不是技术好就好了 而是他真的用心地在关怀 我们台湾的每一块土地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物 包括 我们进啊 中比之前得到 追踪88风灾复原进度的 台东永久屋报道以及 和永远在看不见之后 到了启明学校 关心喊病悲歌的人间天使系列专题 也因此成为本届入围采访奖项 最多的专业新闻台 那我们做这个议题主要的出发点 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了解他们一些 那也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走出这个社会 当12月16号我看到他们家园重建起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眼神看出那种 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其实也让我相当的感动 民事新闻长期对弱势的关怀 社会现象的省思 除了观众肯定 也再次获得金轮奖的掌声 明星晚李泽民台北报道